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众所周知 现在是ACV盛行的时代 几天跟脸奥运霸气上市后 林肯家族在豪华大型ACV产品中 又天新成员 却让林肯飞行家在北京车展上 迎来了他的处女秀 随后强制占据了中国消费者的心 贫既出色的外形和豪华的内饰 在北京车展上狠狠地活了一把 作为德系BBA统治的ACV市场 不得不说林肯接连推出几款 大型ACV的做法很大胆 在市场上同样是大型豪华ACV的 奥迪Q7 宝马X6 奔驰ZOE 这些车型一阵高下 到底是不是亮丽呢 还是一高人胆大呢 外形方面 这款林肯飞行家 并不像领航员那样中规中矩 流线性十足的车身 展示它十足的运动气息 牵连圆润饱满 给人视觉上极致的享受 网创生的信息和珊 无疑是当下最有限的设计语言 而车前大灯与奥迪Q7的大灯 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内饰方面 飞行家的豪华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德西PBA 整车采用了85%的真皮包裹处理 中路台及方向盘上 大范围的木纹装饰 提升着这台车的质感 而前后送业的包裹感 是其他大型豪华ACV所不具备的 相信这样一款霸气 且舒适度极高的华华ACV 一定会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